在一片淋漓的秋色中, 我又回到了曾经留学和生活过十年的地方,巴黎。 这是为了即将来临的中法文化年, 也为了重温这十年岁月在我心中留下的一个梦, 寻访巴黎的故地旧友, 以此展现法国社会的一切侧面。 许多人都会记得, 五六年前的电视里有一个广告, 其中一位法国姑娘说, 农夫山泉有点甜。 1997年,我第二次去法国的飞机上, 旁边座位上坐的就是这位法国姑娘, 她叫安娜。 我有近三年没见她了, 不知她现在在干啥, 生活状况如何, 我们一起去见见她吧。 她一个人在巴黎十七区租了一套, 小两次一厅。 她当没怎么变样, 还是跟以前一样, 热情开朗。 三岁吗? 你认识是多少吗? 是,三岁。 你来到多少时间? 两个月半。 到凌冬。 到凌冬。 你去到凌冬吗? 平常我讲到20个月 对 安娜是1996到1997在上海留学一年 放假时去过中国许多地方旅行 这是她看不懂一张中文的火车诗课表 一副茫然像 对不起 对不起 就在这期间 安娜和龙子佑心 box版中文大俊诗课表 所有的体制arna 大显和龙子贵宏 Caroline 对不起 没有错 無論如何 這是公開的電腦電腦的電腦 我們有很多人,有很多人 他們震動了髮型的髮型 可惡 我記住了一些照片 我沒有看到的照片 我做的照片 在樓盤上的樓盤 他們所謂的 《Personal Files》 為所有的女生 所以我做了一件 我做了一件英語 是的,是真的 那是一位新婚的新婚 是的,是真的 要找到新婚 这些美人照展现了上海时期的安娜的风采 当你回到 Paris 我走到Hangchua 我们会在同时的航空 是的,是真的 按照大约的大约 对 1999年,安娜又去上海 为一家法国公司工作了六个月 据我所知 有许多法国大学生都像安娜一样 毕业后来上海找工作 现在她是在他们兄妹三人经营的家庭企业工作 生产销售,苹果汁,苹果酒 是的,是我的手机 首先是有很多油炉 所以是我做的 我做的 更是有油炉 就是一斋的蹄 安娜的家乡是法国西北部的Puletania地区 生产品国 你三个管理 有多少职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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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职业的职业 和我的职业的职业 有五个职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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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职业的职业 有五个职业的职业 有五个职业的职业 那是好 是的 是一部分我的职业 我开始职业 Hervé主要职业的职业 主要职业 主要职业的职业 我职业的职业 我职业的职业 也许谁都不会对自己的命运 始终自信 安娜有一次 也去蒜明沙龙 蒜古明 然后她拿着职业 她说 我没有职业 有没有职业 所以我职业 我职业 我职业 我职业的职业 我职业 在法国 蒜明沙龙是一块不小的产业 这是凯旋门边上 马尔兽大街的蒜明沙龙 35欧元算一次 相当于人民币300多块钱 不便宜 对于今天法国的年轻人 找工作很有点全球化的情形 只要工作合适 去中国 美国 英国都可以 结果 在我离开巴黎的前一个星期 安娜并没有去英国 而是去了意大利工作 另一位法国青年朋友 虽然没有来过中国 但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 她叫克罗德 克罗德原先毕业于拿破仑创建的高等综合理工学院 这是一座法国的名校 在法国的名气 甚至比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还要高 每年法国国庆阅兵式打投证的方队 就是该校的学生 但是 政策的公司 但是 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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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学生的中间 对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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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互相反思考 对方的观点 对方的观点 你会在同样的观点 对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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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做了 因为 我认为那是最好的在学校 那是最好的学校 对于那是在学校 我一直没有太多的货 因为我认为的学校 我认为了学校,学校,学校 没有问题 而是在学校的时候 我开始问一下 什么是什么人的意义 是什么是学校 是什么是学校 是没有学校非常非常酷的 是很简单的学校 也是很简单的学校 是很简单的学校 所以当你流行不到有什么 这种精英学校的学生是天之教 一比业就是高兴 他的同学大多是高兴高职 但也有像克罗的那样改行干别的 他们都工作很严重 对,他们都做了一个总统的总统 对,总统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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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整个总统的总统 也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也有一个币 there appeù历 1995 有一个总统的总统 有一个总统了 在150多多二 对, marine党活动 对,的发生是很乱整 我还有一个总统 你这是最终的 好像 crime 好的 现在 现在完全是按自己的兴趣 关心思考着文化方面的问题 阅读面非常广 尤其他对中国的文化思想非常感兴趣 有意思的是 是一部中国功夫片 让科罗德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 不可思议的是 科罗德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学的中文 在1992年 完全不愿意 因为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中国文化 在外面 但是当我们进入中文 我认识是非常漂亮的 科罗德开始学习中文 之后便一下子进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天地 尤其科罗德对中国的风水理论非常有研究 我有一些人,这就是风水。 我还有风水。 你对风水先生。 他在家摆了一层人造的竹子。 他还在自己房间布置了一个风水摆设。 中国风水学说中有不可否认的智慧。 这就是人和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怎样相和谐的问题。 on 我原来以为像他这样的名牌学校毕业,找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所以它比较适合 所以它比较适合 我说是太厚了 要是太厚了 我认为了一些职业 我认为了一些职业 或者职业 和职业 他们说 你太厚了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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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为了什么生活 你能够购买的钱 是一种问题 但是因为你会收到的 所以我会没有带来 因为我没有带来 所以我当然会有带来 你不能带来 所以你带来 你带来 对 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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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项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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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项不适合 但你不适合 你不适合 你是什么 我没有带来的 我没有带来的 就是兼职业 就是兼职业 我工作了,我工作了 但很少 很少 你工作了三年 你工作了一年 三年,你工作了五年 五年 你工作了 一年 在一家公司 但是在五年 你能再多多多? 不,在五年 我多多多 我工作了 在法国,像克罗德那样不那么在乎现实生活,只生活在自己的兴趣和精神世界里的人其实很多。 另一位曾经在中国留学过六年的朋友叫Horhey,我开玩笑叫他Horhey啊。 他家里挂着一幅孔子像,这在孔子故乡的中国也不多见。 他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受到欧洲文化重大改变的文化。 他现在法国兰斯市的高等商校教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 应该前不太过了你之前是什么科busican文化的中间。 有 Audio-P視义的初语研高科督导 remarkable。 因此,原來有练习他们关注釀一年, 当时有一个崩 manufacturer是在中间西方国有两年生的经济特质学。 像每次學生都做商道 往來想去見見這批將到中國學習的法國學生 可惜他们都封闪实习 没有见到他们 幸好 我还是有机会见到了一些法国青年 他叫克雷默 他是我老朋友伊夫教授的儿子 当克雷默还在巴黎孔德中学念初中的时候 我曾被邀请去这家中学 与克雷默和其他几位同学 漫谈中国文化和历史 这次 克雷默特地叫了两位 当年曾跟我一起讨论过的中学同学 他自己亲自下厨做菜 菜名叫拉达杜 就是把许多菜放到一起一锅煮 最先到的是克雷斯托弗 他与克雷默一样 都是工科学院毕业 现在是工程师 这位叫大卫 也是克雷默的中学同学 但没有参加当年的讨论 这是我们的大卫 不是 这是音乐 是音乐 但每次都做到这样的 是超厉害的 是超厉害的 第一位当年参加讨论的同学也到了 他在尼古拉 尼古拉现在也是工程师 搞的是卫星通讯 这位是尼古拉的女友 我请他们谈谈对今天中国的印象 尼古拉谈到在旅行中遇到一个美国人 对中国充满了恐惧 他有一个恐慌的中国 他看到中国的英国 最后一位的英国 最后一位的英国 代替了美国 对于俄罗 但是他在尼古拉 他在尼古拉 他在尼古拉 我认为他在尼古拉 他在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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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他在尼古拉 是 不 那不是 但是 不 你 不 大卫的弟弟是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份来中国教英语的工作 大卫让我用中文写一句对他弟弟的祝愿 克内莫给大家通报 隔壁有位女邻居过生日来了许多同学 我们也过去凑热闹 女邻居叫Mai Li 有四分之一的越南华人血统 没想到这里也有一位即将去北京工作的法国女孩 她叫Florence 随着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发展 肯定将有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跟中国有缘 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将越来越全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